来到7月2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凯旋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政府 在打击新冠疫情上的新举措 作证国防部的高级众务部长 纳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向2897名隔离人士 发出最后通牒 必须在两天内现身 接受第二轮新冠肺炎病毒筛查 否则一律会被控制 上法庭 而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也证实 警方手上已经有这份名单 一旦揪出这些人再拒绝检测 警方会逮捕这些人 而检测后结果呈阳性 警方也会在患者康复后再加以对付 阿都哈密金五余卫生总监 南都诺西山在布城开会后指出 拒绝检测者将可能面对两年监禁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他也说警方从今天开始 会展开上门突击检查 确保9600名应该居家隔离的人士 都有做好标准作业程序 他强调近期的确诊数据上升 与民众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有莫大关系 此外 伊斯迈·沙比利指出 政府不会再妥协警告和劝告 因为这些隔离人士会危害其他人性命 如果冥顽不灵 警方星期一将逮捕和扣留他们 不再罚款而是直接控上法庭 他也说基于对过去一周增加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到担忧 政府今天已经原则上同意 重新收紧在副管令期间放宽的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节庆的标准作业程序 接下来关注国内疫情 国内今天新增23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人数达到8884人 另外新增两个集体感染群 分别来自柔佛的宗教场所 以及古近的建筑公司 尽管夜店和酒吧在复苏期行动管军令期间内 依然不获准营业 但仍有商家和酒客名玩不灵 约二百七十名华裔男女 昨晚到巴达林在野一家夜店喝酒消遣 凌晨十二点也不散场回家 结果被警方上门取缔 全部被带回警局并罚款一千令吉 临市白沙罗警局局长伊巴克助理总监 昨晚接获情报后 凌晨十二点多 拉大队到珍珠白沙罗一间夜店展开取缔行动 发现夜店不但为令开门营业 还无牌经营 由于现场人数众多 就算警方出动了两辆大卡车和两辆货车 也要来回至少三轮 才可以把在场的人全部载回警局 其中一名男子相信在警方上门取缔前 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在被带上大卡车时完全没有办法自己走路 需要三名朋友在左右扶他 另外一名华裔青年好心到酒吧载朋友 抵达酒吧外面时因为联络不上朋友索性进去找 结果五分钟后警方就进入酒吧 虽然他已经向警方解释只是来载朋友 但最终还是接获罚单 他说原本打算在大学毕业后就报名加入警队 但如今无辜接获为令罚单 因此担心未来在面试时留下不良记录 换个焦点 涉嫌强奸和强迫妻女卖淫的狼妇 以及七名外籍嫖客 今早被带到万宜地亭 申请二度延扣七天住茶 狼妇亲身材和首次延扣时对比 明显销售许多 且全程面对记者镜头没有遮挡脸部 这名狼妇懒惰诚信经常矿工 为应付生活热肠开销 推妻女入火坑 让13岁女儿在放学后就卖淫 更离谱的是 这名狼妇三年前就多次强奸女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强逼女儿接待遇20名条客 每次性交易收费100令吉 柔佛西加墨一名15岁华裔女学生 放学乘搭学生巴士回家途中 遭到负责指导新司机路线的 年迈色司机飞里 对方先将她拉到身旁坐下 再趁机戳磨她的胸口 磨手背更一度紧扣她的手指 让女学生饱受惊吓 在回家后立即和父母哭诉 报警处理 这名来自柔佛西加墨的女学生 本周二傍晚放学时如常乘搭学生巴士回家 她上巴士后就往后面走寻找位置 却被年约70岁的华裔司机拉了过去 坐在司机座位的后排靠窗位置 学生说巴士当时由一名新司机驾驶 这名老司机负责为新司机指路 车内也坐满人所以她没有换位 一开始这名司机只是非常贴近她 不断赞她漂亮和善良 但等到巴士上人比较少的时候 这名老司机忽然用右手掌顶着她的胸口 不断摩擦 让她当场吓傻 女学生回家后向父母哭诉遭非礼过程 并在家人陪同下到西娇墨警局报案 施主至今想起该司机的举止依然让她觉得恶心想吐 政府宣布8月1号起民众在乘搭公共交通和在公共场所需要强制戴口罩 又再一次掀起购买口罩热潮 但这次商家们都信心满满肯定不会缺货 而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纳都诺阿兹米也说 会在近日公布更多相关细节 不会让大家感到混乱 药剂行这两天内迎来购买口罩潮 有药剂行在短短两天内就受摇所有三层式医用口罩 为他们大派定心丸 指口罩供应充足 且目前售价也低于政府所设的顶价 记者今早走访临时多家药剂行 一大早就有多名民众前往排队购买口罩 一家药剂行也表明 目前已经收到超过100盒口罩的预购 而新一批口罩很快就会到货 此外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纳都诺阿兹米也透露 卫生部将在近日公布更多相关强制戴口罩的细节 如公众场所的涵盖定义口罩种类 以及如何正确戴口罩 以及处理使用过的口罩等等 以便国人更清楚知道和遵守不会混乱 他提醒 本月初至今国内疫情令人担忧 包括出现新的感染群和确诊人数恢复双位数 因此政府下个月起强制国人戴口罩 来关注国际疫情 比利时卫生部通报 一名三岁女童死于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是比利时最年幼的亿亡者 比利时卫生部发言人卡特里说 这名女童感染新冠肺炎之前 已经有其他严重疾病 除了这名女童 近期还有一名18岁青年 死于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他说 从7月14号到20号 比利时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增长了89% 平均每天有220宗新增病例 镜头转向美国 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确诊个案超过1500万宗 至今没有疫苗面试 而艾滋病基为酒疗法创始人 何大一领先的研究团队 就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体内 发现多种强效抗体 并只混合而成的抗体基为酒 可能有助于治疗和预防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何大一指出 研究团队找到的抗体 可以由制药企业大批量生产 以对抗或预防新冠病毒入侵人体 尤其适合用于重症高危患者的早期治疗 一剂抗体组合的生产成本 大约213令吉 可以在血液中存活3到6个月 目前研究人员还在进行动物活体试验 希望能在10月开始临床一期的安全试验 如果抗体疗法经证实安全 他们可能明年初进一步展开功效试验 中国和美国互相关闭 对方领事馆的外交风波越闹越大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昨天正式关闭 官员离开前降下中国国旗 卸下中国国徽 撤离前沿锁上大门 而美国联邦官员今天立即叫锁将帮忙 打开领事馆后门进入领馆内搜查 领事馆职员昨天撤离时 把多个大袋和行李搬上货车 清空领事馆 连垃圾桶也带走 而领走前也不忘锁上大门 但并没有把钥区交还给美方 因此美方的执法人员只可以利用电动工具强开领事馆后门进入 据了解 在领事馆职员将打包物品搬上车时 有约100名反对中国的抗议者在外高喊夺回中国 他们挥舞着旗帜 并谴责中国共产党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美方要求下关闭后 中国不甘示弱 也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有目击者声称 只见该领事馆工作人员不断用手推车 移走总领事馆内的物品 包括一个大型空的铁桶以及多个行李箱 同时里面有工人撤下美国徽章 但没有拆下美国国旗 为了应对突发事件 成都警方在美国总领事馆附近驻守 脚边也放有灭活桶 一名男子也不知何故 昨晚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外放炮 属性没有造成伤亡 最后被警方带走 迪士尼公主系列卡通的公主们 都和动物特别亲近 有些一出门就有小动物跟着 听公主说话唱歌 而现实生活中也有这号人物 土耳其一名邻居大妈每次出门都会有几十只动物 将它团团包围陪它一起走 原来是因为它有经常喂这些小动物 也会照顾环境卫生 是非常有爱心的大妈 新闻的最后 让大家看看这段像是在童话中才可以看到的画面 我是凯旋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